藉由来自各方对福茂的讨论 也许能够让福茂的争议可以越变越明 现在一股福茂热正在大学校园里弥漫 从北到南都有大学系所成 这个社团主动举办福茂讲座 每一场也都吸引了爆满的学生来听课 像是清华大学决定要开全校性的福茂课程 成大下个月也要办福茂辩论会 黑社导国青年阵线成员魏阳 昨天晚上则是到交通大学演讲 畅谈福茂议题 上百位学生在户外洗地而坐 我们到底要牺牲我们的基础产业 我们原生产业到什么样的程度 去换取一些贵族或是一些 就是当我们炸紫机的产业的成功 黑色导国青年阵线成员魏阳 26日受邀到交通大学演讲 大谈福茂议题 上百位同学洗地而坐 围成一个大圈圈 学生轮番上台提出问题 彼此对话沟通 有人支持太阳花学运 但也有人质疑 包围立院难道就能代表主流民意吗 魏阳也一一做出回答 对于福茂协议内容本身 或是你对于自由贸易这个概念本身 有什么样的看法 准确正义都是应该被证实的 魏阳说任何社会运动 都会有不是主流民意的风险 但主流意见也未必就是真理 针对福茂议题 他认为应该有更多对话空间 并且提倡公民审议 短短几个小时的演讲现场气氛热落 魏阳从青年老公的观点出发 指出福茂开放后 许多产业会遭受冲击 而政府又没有提出完整的配套措施 他认为不能只从经济层面 来看待福茂 应该纳入政治文化等因素 作为评估 电报郭正分新竹报导